女 person by 田佳 P rebel 唉 加密狐私 嘿嘿 你的狐私老师来来 加密狐私 要你利与于赇准当少时 加密狐私 当你每月过敛无事纸 加密狐私 但你说你如此不再如此 衣服一直宽得如此 我们踏子满满物质 加密胡适 但你令人必全当小时 加密胡适 但你每月活力无需次 加密胡适 但你长远牛死玩盘凶死 不论和死 我们竹子一起刷着美好故事 来昨天 前天的大拉盘 然后做了一个动作 把圆三角收敛给突破 突破之后 然后跌回来 所以这很明显就是一个假突破 那根据我以前教过大家的 当你今天突破了 一个标志性的高点之后 假突破回来 那他的目标一定是哪里 目标一定是把底部给跌破 目标一定是把底部给跌破 喂 有啊 我现在正在扑盘 我正在扑盘 OK好 拜拜 就是他一定是把底部给跌破 我先问一下 我的声音是正常的吗 有断断续续过什么的吗 你们听起来是顺的吗 正常好 那我们继续 所以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那我们就可以判断 这最后是M头的机会非常的高 然后我们再看正续续 那正续续续右边打0.886 OK 那的确也是M头的右侧 所以他如果真的要走M头 把这一个 他之后如果真的把这边给跌破的话 那这个底部没问题的话 应该就会破了 那破了之后 目前都没发生了 一步一步来 先把三角收定底部跌破再说 跌破之后就看黄线 黄线在破了之后 那几个没有回测到的地方 都该测一测 首先52000多这个地方 就至少一定会来 然后再来很深的那一种 就是要深到这边了 这边要给他一个很大的区间 2到2.618 有可能是插一大根针去插4万都有可能 然后再拉上去这样子 这样子的做法 好 那我们来看 他从7万3的最 7万3的最高点 如果被他跌到4万的话跌了多少 其实50%都还没跌到 这样才跌了46% 还算合理 好如果跌到4万8 跌35% 所以呢 那个减半的时候 回测35% 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之前我有发给大家一个东西 在很早期的时候 我看一下 我用念的 2012年11月的时候减半 然后10月份的时候呢 比特从13回测到10 跌幅达24% 然后再来 2016年7月减半 比特从7月的最高点705 回测到8月最低点465 回测了36% 2020年的减半 比特从2月份 最高点10500 回测至3月最低点3812 跌幅达74% 所以前面34的回测分明是24% 36% 74% 差距非常的大 OK 那如果这次我们是回测到48,000的话 那回测35% 那还算正常 OK 还算正常 那如果只回测到52,000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就是30% 所以我个人觉得 就是蓝线 如果这边黄线真的跌破的话 蓝线是一定会到的了 然后有个地方之前一直没回测到 我就回来打一下也很合理 就是这一区 我给它指涉好 这一区一直没有回来回测 所以我觉得来打一下这边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 好 然后现在我们用另外一个看法 用正斐波来看 我常常在教上涨三阶段 上涨三阶段 第一阶 回测 第二阶段 所以现在要做的是第二阶段 工商时间到了 加密胡适套餐如下 第一种终身或年费直播权 第二种Bybeats直播带单 第三种家教班 第四种初阶班 第五种中阶班 第六种现货班 第七种网格班 任君挑选任君选择 加入加密胡适 带你走过币圈大小时 关注市城带你走过交易日月星辰 我们来看以前以太减半的时候 在比特减半的时候 他的回测是回测多多 先看上一轮牛市的 这里 好他从288 回测到 8089还87我记得 回测了70% 不过他回测的比比特少 比特上一次的回测是74 然后以太回测70% 好来上上次 202 上上次是2016年的7月 然后他从最高点这里 21 回测到这里 回测到8 8.5 回测了60% 所以以太币历史上 在比特减半的时候回测 还没有小于过60%过 哇 这么恐怖 那如果他从这个4 41 50%那还真的会来2000 所以小心2000的以太 小心2000的以太 2000以太很狠 他就是故意连这边都要把他打掉 OK 这真的并非不可能 就故意要把这边的这跟真也把他打掉 真是很急了 如果真给他来到这一区的话 比赛重新开始的概念 那这时候就要 换个观念来看 如果真的被他回测到2000 到1700之间 真的回测到这里的话 那整个形态要重看 他这边会落在正斐坡的0.236 应该把我目测 我们直接用最大级别来看 sorry 不是0.35 哎哟 那被抓到了一个咯 这边0.35的话 2004 来我们再重量一次到斐坡 确认一下 回踩0.35 回踩0.35目标达到2的话 加一点插针达到2004 OK哦 好 来以下是另外一种看法 超级W底 因为我们都知道0.35呢 是牛市专属的 W底右脚回车位 我们就让他 在7月前 给他回这三个月的时间 456 然后7月落底或是6月落底都可以 给他窄一点 这种的 也是有可能的 也是有可能的 反正不论他回到哪里 最后的目标都把这样抓 抓到2到2.24比以太呢 还是会有个7.35到8.108 到2.618就去9.327 所以怎么看以太去7000 7000上方的看法还是不变的 还是不变的 OK 这个是最最最扯的做法 因为这个W底其实很丑了 很丑了 OK 所以要么这样 然后要么就是刚刚讲的那一个 再画一次 就是两千六的这一个 两千六这边这一个 目前越点越深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之前教过大家的邪律的 邪律的概念 还有一个很简单可以看出 他会叠很深 就是邪律问题 来这边上去的邪律这个样子 而目前这边下来的邪律呢 跟左方呈现同个 倾斜角度 只要呈现这个样子 基本上都会把这个地方的 最低点给跌破 所以破掉这边是理所当然的 那破掉这边呢 来他的脚底就是更理所当然的 中阶斑交的形态 中阶斑交的形态 OK 所以耐心的等吧 然后今天最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比特 为什么他的反弹是弹到这个位置 来 我把图全部删掉 画一个东西你们就看得出来了 比特啊 也是 上升 卸行 以太是上升 骑行 比特是上升 卸行 OK 上升 卸行的第三点 所以为什么从这边下去 就是这样 那这种形态都是 大级别下降结构的送分题 OK 这即使直带 我怎么觉得 刚开始啊 !" Men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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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Men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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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ou are the very religious I will never forget what you've been teaching me I will never forget how you've been cheering me We'll always remember your legacy That is the mama mentality What happens if you want to be a woman